法国绝对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篮球豪强 但帕克却是欧洲最伟大的球星 这其实并不冲突 因为帕克就是法国篮球历史上唯一的标杆 从97年开始 帕克加盟国庆队的时候 他的重心完全没在这上 NBA像蝗虫一样的球探总是蜂拥而至 他也很在意这些 晚上有时候甚至还在思考 自己会不会也能去洛杉矶 挣他个三亿六千万 然后荣归故乡 不过 等他在NBA稳定下来开始 帕克也就重新重视起了国家队的一切 02年U20 他场军轰下25.8分7助攻 更要命的是 场军还能送上7次抢断 第二年 他当了法国队长 国家体育部就为他定了一个任务 有朝一日能和美国队打个有来有会 一切都要慢慢来 05年欧锦赛 他完成了阶段小目标 打败劲敌西班牙 07年又进步一次 杀进了欧洲四抢 等到2013年 巴图姆和迪奥已经算是得力助手 他们终于拿下了欧锦赛冠军 不过 当他们有机会真正和美国队较量 帕克却已经老了 16年领约 他们被老对手西班牙虐了将近30分 如果是加索尔倒也罢了 可恰恰击败他们的是米罗第七 这意味着 想冲击美国队这道关 已经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奥运会结束后 帕克对媒体说 我老了 这三个字不仅对应奥运会 更对应NBA 于是退出国家队 加盟黄蜂 成了几乎同一时段的选择 好在 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欧洲人 帕克的退役生活也依旧丰富多彩 例如 他收购了艾斯维尔篮球俱乐部 用五年时间成了大股东 例如 他开设了自己的篮球学院 帕克兰校 第一批收了250名学生 目标是帮助更多的欧洲人打进NBA 甚至在小有成就之后 他还把触手伸到了滑雪 度假 乃至全体育的领域里 用他的话说 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那当年的马刺我早撑不住了 或许 这就是帕克治愈NBA的意义 他从来不是第一后卫 但他坚持 热爱 奋斗终生的精神力量 却送了无数第一后卫回家 就凭这一点 帕克就值得一切荣耀和尊重 中发生 优优独播剧本计靳